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十一月十二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新闻首先焦点来带您看到 今年的第二十五号台风天吐 已经在今天早上行程 目前朝着西北西方向前进 气象署不排除在星期四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位在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今天凌晨两点钟增强为第二十五号台风天吐 持续朝西北西方向前进 预计星期四将来到旅宋岛东方海面 之后路径分歧度大 气象署不排除在十四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至于关岛东方海面的第二十四号台风万宜 未来向西移动 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 第二十三号轻度台风捷梗 今天将进入东沙岛海面 之后朝广东海面前进 第二十二号台风银杏即将减弱为热带性地气压 天气分析师指出 主要是因为今年太平洋高压异常强势导致 目前北方冷空气南下不明显 让扰动十分胡耀 太平洋刚刚刚顶着这个西风系统 其实也让出南边的很多热带扰动发展的空间 也就造成台风一颗一颗的在这个太平洋低纬度的地方形成 分析师指出天吐西行之后有可能北转 届时北方系统太平洋高压和台风三者势力互动仍有变数 台风可能沿着台湾东部海面北上 而也有模式预报往南海走 路径仍然分歧 需要持续关注 刚刚说到位在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在今天凌晨两点钟发展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天吐 目前持续西北西方向前进 预计周四接近吕宋岛之前会来到中台的上线 接触到吕宋岛之后 靠近台湾的时候减弱为轻度台风 不过它的后续动向不确定性还是偏大 而今年第23号台风杰梗 在昨天晚上八点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 它的中心已经离开吕宋岛的陆地 持续以西北西到西北的方向 朝着东沙岛海面前进 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 而气象署针对了基隆还有双北都发布了大雨特报 要注意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山区请盛防摊防还有陆时的情形发生 今年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再加上位在南海的捷梗台风外围云系 在东半侧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 降雨范围也会比较广 另外宜兰地区还有花莲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 其他地区以及离岛地区云量增加 也偶尔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形发生 天气看完继续来 带您看到的是富邦金控昨天晚间召开重讯说明 将会以现金对价的方式 百分之百合并日盛投信 总金额介于新台币18.03亿元到20.44亿元之间 预计在二零二五年完成合并 富邦投信董事会于今日十一月十一日 通过吸收合并日盛投信案 富邦投信将以现金对价 吸收合并日盛投信 十一日晚间八点富邦金控召开重讯 宣布子公司富邦投信 将以总金额18.03亿到20.44亿元的规模 取得日盛投信百分之百股权 富邦投信长期积极耕耘ETF基金 发展各类主题型ETF 规划新形态之主动型ETF 日盛投信则在主动式股权 及货币型基金上有亮眼的表现 两家投信公司合议并购 资产规模将由7526亿元 提升到8354亿元 在市场上仍然维持在第四名 而货币型基金总规模将来到 一千零九十二亿 成为市场第二大提升竞争力 不过二零二一年爆出的中资介入 宜云也曾是立委关注的焦点 另外富邦金日盛金两工会 也在去年完成合并 希望解决劳资争议 两大金控合并旗下子公司 整合的最后一礼路 如果在股东临时会通过 待主管机关核准之后 就会订定合并基准日 预计在二零二五年完成 记者朱峰之无奇窗综合报道 来看今天的早餐速报 首先是中国时报 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弊案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遭到深压禁建护准 一日检方申请延压柯文哲护准 抗告其在昨天借买 柯文哲的律师团昨天确认不抗告 也就是说柯文哲将会被积压到 明年的一月五日 自由时报来关心 卫福部食药署预计从明年一月开始 为期拜年的时间 在连锁首摇影店提供现场调影素食业 还有便利超商等地方 试办饮品强制揭露牛乳原料产地 与种类标示 农业部将会提供配合揭露 并使用国产乳业者最高十万元的补助 联合报继续来关心手子化冲击 最近有好几间国立高中职联合向教育部提出 114学年减周 教育部证实 本学年有18间学校提出了调降班级人数 也在8月发函辖下国立高中 每班班级人数调降一人 竹苗地区因为人口成长 班级的人数维持不变 读报看完继续来关心有外媒报道 台湾将向美国提出包括神盾驱逐舰 在内的五千亿元军购计划 向赢得大选的川普展示抗中决心 总统府回应表示 台美固定都会有军事需求的盘整 但是目前并没有新的安排 而服役超过四十七年的F5战机 去年解除战备 空军证实已经有五间美商在恰狗 华行升空声音震撼 F5战机在台湾服役超过四十七年 去年解除战备 不过退役后的F5该何去何从 空军证实已经有五间美商 洽询架构 将依美方安全规范完成第三方 转移申请并用公开方式飙售 专家认为我方的F5状态维持良好 厂商买走除了可以继续当训练机 完好的零附件也能再利用 甚至可以当把机 我方则可以免除销毁的成本 肯定国防部观念进步 让厨艺军品避免军火外流 遭彻底销毁失去价值 立委也认为符合台美利益 台美军事合作部分 川普第一任期批准十一次对台军售 总价约六千七百七十亿 其中包括F16和M1爱布兰主力战车 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报道 台湾将向美国提出 包括神盾级驱逐舰 F35战机在内的五千亿军购计划 对抗中国威胁 也是向未来的川普政府展示抗中决心 专家建议未来国军可以考虑采用陆海空联合军购的模式 让单笔军售金额扩大 可增加美方出售神盾级驱逐舰F35的意愿 尤其神盾级驱逐舰可搭配飙三飞弹 跟爱国者飞弹的部署 将构建起海陆联合拦截弹道飞弹的防护网 强化国军防空战力 台积电美国厂下个月将举行完工典礼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准总统川普有机会同台 而与此同时 有外媒报道 美国商务部通知台积电 要求停止提供七奈米或是先进晶片给中国客户 台积电先前曾向美国商务部通报 生产的晶片被发现用在华为的人工智慧处理器中 路透社报道指出 有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商务部寄通知信给台积电 要求台积电从十一号开始 针对七奈米或是更先进制成的晶片 不能再出口到中国 要先经过台积电通报给商务部进行审核 然后商务部审核通过之后 就可以进行代工 中国大陆相关的人工智慧的 针对传言目前美国商务部没对外证实 台积电表示作为首法的公司 一向致力遵循有可适用的法令与法规 包括出口管制法规 有专家认为未来台积电很难查核下单的客户 是否会再转售到其他客户 或给其他厂商做使用 在后续营运上 可怕会增加查核成本 至于中国部分 如果无法取得先进制成晶片 未来可能会面临这些问题 台积电美国厂预计下个月举行完工典礼 明年上半年开始量产 业界传出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准总统川普 渴望同台 典礼上会不会释出美国晶片法案补助细节 或是高关税议题都牵动台积电美场布局 记者员词 中研院长也是国家气候变迁委员会 负招集人的廖俊志 在立法院被巡时被问到有关核电立场 他表示台湾不能够放弃任何减碳的机会 核电也不能排除 硬要到立法院报告中研院业务的中研院院长廖俊志 引申兼国家气候变迁委员会负招集人 明代聚焦能源议题 被问及若川普就任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廖俊志认为确实会对全球2050年的净零碳排目标造成冲击 各国都要提早因应 台湾不能放弃任何减碳的机会 表示各种能源都不应该排除 净零我们没有放弃任何干净能源的本钱 您当时有说要利用新科技提升核能安全性 或补强位于地震带的核电厂 我想这一些言论是否代表您对于国家能源的发展 是不排除核电的 从技术上来讲这些是可行的 是可行的所以您不排除 是的 中研院长出不应该排除核电 刚才没有本钱放弃 针对中研院长廖俊志表态 国家能源发展不排除核电 经济部部长郭志辉下午出席工业节庆祝大会时 私下与工总就能源议题交换意见 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转述 业界反映台湾在国际要有竞争力 电价不能再涨 也要有稳定的供应 而郭志辉承诺新核能一定会落实 盘俊荣转述 郭志辉保证未来新能源发展起来 可以让台湾不用担心缺水缺电 公总代表们也当面向部长反映 电干净成本又低 才让台湾产业符合国际竞争的最基本要求 记者川林坚台报道 立法院财委会上周完成财化法出审 昨天进入确认议事录阶段 民进党立委认为只花了三分钟 就送出委员会 程序上来说有重大瑕疵 提案审查无效 但是这也引爆了蓝绿冲突 国民党立委是要求马上表决 但是随后主席就宣布休息 修法进度持续空卷 主席宣布休息 但国民党立委李燕秀突然上台 要抢麦克风 朝委立委再度在立法院财委会爆发肢体冲突 起因就是民进党团质疑上周财化法出审 朝委陈玉珍三分钟念完条文 送出委员会 吴秉锐提案 程序重大瑕疵 上周审查无效 不予确认议事录 兰委立刻举牌抗议 还要求马上表决 绿委坚持议事有重大争议 应该交由朝野协商 赖会员直接跳过确认议事录程序 要进入主记长报告总预算 引发栏尾不满 蓝绿僵持没有共事 赖会员中午左右宣布休息 财委会陷入空转 财化法修法争议 高雄市长陈其迈 质疑蓝银版本有首都条款 多出三%不公平 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 应增加盈利事业营业额分配权重 侯友宜强调财化法修法是地方需求 航化地方中央共同面对 不过财化法修法朝野立委 持续攻防 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平息 记者欧容陈昌维台北报导 劳动部劳法署的北分署 日前有一名员工亲身 有民众在网路上爆料 疑似是受到了主管的职场霸凌 劳动部透过声明表示遗憾 已经展开调查 而被点名有霸凌行为的 谢信分署长 目前则是休假中 静候调查 以保护劳工为职责的劳动部 却传出辖下劳动力发展署 北基移花金马分署 一名员工一次遭到职场霸凌 三号晚间不幸亲身 事后有网友发文指出 该名同仁时常先打下班卡 然后再继续工作 朝长工时也没能作为过劳记录 而新北市议员接获大量陈勤 都是控诉北分署 谢信分署长种种霸凌情势 同一位网友在透露死者遗体被发现的当天 长官坚持不准救护人员为同事盖上白布 说担心会引起恐慌 议员也掌握当天的录音档 只谢信分署长召集同仁开会 对同仁下达禁声令 记者实际致电给谢信分署长 解稿前没有得到回应 而劳动部透过声明表示遗憾 已邀请外聘专家员工代表 由许传胜次长主则 组成调查小组 预定7到10个工作天 11月底完成调查报告 并对外公开调查结果 目前该名分署长休假 近代调查 劳动部强调误网误纵 但事实未厘清之前 希望外界不宜多做揣测 工人新闻李绝云吴交保新美采文化导 桃园一名灵性肉伤涉嫌虚构营业项目 招揽投资 吸金三十亿元 全台受害者出估超过三百个人 法官日前裁定他二十万元交保 之后他就人间蒸发 这也让受害者相当不满 地检署抗告成功之后 昨天已经发布通企 桃园归山这间冷冻工厂 大门深锁没有营业 传出已经退租 肉伤诈骗吸金跑路 一个拿一个 一个介绍一个 大家都有看到工厂 加工厂 规模很大 后来五月份到九月 很多很多没拿到 他们是真的很怪 他真的花很多钱去改装里面 零性肉伤传出涉嫌用虚构的 营业项目招揽投资 诈骗吸金三十亿元 全台受害者超过三百人 光是桃园分局 就有超过三十人报案 也有受害者被骗东补吸 户头被列为诈骗警示账户 零性被告被桃园地院裁定 二十万元交保后 再度逃逸 引起被害人不满 针对受害者质疑法院重放 桃园地院表示 法官判定 券证资料不足认定 检察官申请羁押 所指犯罪事实没有重放 全难经地检署抗告 高院撤销发回 被告经地院传居未到地检十一号 发布通气 记者张淑云桃园报道 吉隆市中山高中 上个礼拜五的午餐煮菜 煤肝扣肉 被学生发现混有两公分的针头 疑似是猪枝施打疫苗所残留的证据 索性学生及时发现没有吞下去 而击查之后发现肉品来源是 加一箱食品平东厂 目前在基隆还有台北市 都已经暂缓使用这一间厂商的猪肉走 就是这只到约两公分长的针头 竟然混在煤肝扣肉里 这起实案事件发生在上周五 基隆市中山高中团扇午餐的主菜 煤肝扣肉 有学生吃到异物 发现不对劲 赶紧吐出来 基隆市府初步调查发现 疑似为猪枝施打疫苗用的证据惹得祸 我们国中部二年级一位学生 他在吃午餐的煤肝扣肉里面 发现到嘴巴里面有个异物 那他咬到以后就及时把它吐出来 疑似是猪枝的疫苗的一个证据 学生发现以后就立即通报学校 学校也一约一除畅商 基隆市教育处表示 接获通报后 周一清晨四点就会同台北市府人员 前往团扇厂商市府美食公司进行击查 结果发现配膳区推车不结 并没出没等多项卫生缺失 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另外一团扇公司进货单查出 肉品是由嘉一箱食品屏东厂供应 业经通知屏东县卫生局前往击查 而台北市教育局则发声明强调 辖内共有17间校园与该团扇业者合作 为了维护校园食品安全 即日起暂缓使用嘉一箱食品生产的CAS猪肉脚 记者纳士民谢正林台北基隆采访报道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将会按照惯例在白宫会见 即将在明年接任的川普 日期定在台湾时间14号的午夜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接受电视专访时强调 拜登将会呼吁川普不要放弃乌克兰 9月下旬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美国 除了大力推销他的胜利计划 也和美国朝野各方领袖会面 包括当时还在竞选总统期间的川普 川普没有给泽伦斯基任何具体的承诺 共和党阵营主张尽快终结俄乌战争 包括让俄罗斯保有目前已有控制 大约占乌克兰五分之一的领土 以及冻结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的进程 被民主党阵营解读为放弃乌克兰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接受CBS电视台面对国家专访时指出 拜登将在两人与白宫会面时 要求川普持续现行支援乌克兰的各种做法 不过福斯新闻网的报道指出 川普入主白宫之后 就算继续给予乌克兰援助 额度绝对会比拜登政府时期将近 一千八百亿美元少很多 在内政方面 川普最受各方关注的政策之一 就是可能会大规模驱逐 非法入境的拉美移民 过去几个月的选战期间 除了各层面政策的针锋相对 所谓摇摆州的动向也备受瞩目 两大阵营都砸下重金 打广告并邀请名人出席造势活动 例如民主党最后在摇摆州之一的 宾州造势 及付欧普拉的出席费 据报道就多达一百万美元 贺锦丽阵营的财务干部 在电视访问时指出 光是竞选总部本身的支出 就高达十亿美元 如果加上外围团体 数字超过十六亿 但选举结果显示 包括宾州在内的 所谓七大摇摆州 这届大选全部红通通 让川普拿下的选举人票数 以312比226压倒性胜过贺锦丽 贺阵营的干部强调 这简直是十亿美元的大灾难 也难怪选后结算的负债估计 达一千八百万到两千万美元 公司新闻徐家案编译 美国加州和东北部地区 近期爆发了野火灾情 加州从六后爆发新一波的 野火以来 已经烧掉了两万英亩的林地 而纽泽西州从十月以来 已经发生了超过五百起的野火 将近一千两百万人 身处野火警戒范围 有一名十八岁的消防员 在救火的时候不幸灵 森林中野火持续延烧 美国东北部的火场蔓延 尚未得到控制 从纽泽西州西米尔福德开始的火灾 已蔓延到纽约州城郡 延烧超过两千五百一亩土地 纽约警方指出一名十八岁消防员 在救火时被倒下的树砸众不幸罹难 今年秋天美国东北部数个州异常干燥 纽泽西州已经一个月没有降雨 创下记录 从十月一号以来 已发生超过五百起野火 也让空气品质拉紧爆 建筑陷入火海 大火一路蔓延 加州从六号开始爆发新一波野火 南加州有数千居民紧急撤离 超过百栋建筑复制一具 还好随着天气条件改善 风势逐渐减弱 湿度上升 消防员在扑灭野火 以取得进展 公司新闻再为人编译 焦点转回国内 来看到新宇航空十月底挂牌上市之后 掀起了抢购潮 没有想到这也成为诈骗集团的 投资诈骗话术之一 台北市南港由一名富人 在脸书看到新宇航空抽股的广告 信以为真 加入聊天群组 接连汇款和面交五十万元 才发现受骗 报警之后和警方联手逮言 车手是开着双逼名车来面交 落网之后还抽签说自己是第一次当车手 富人拿着钱撑着伞 走进黑色轿车旁 准备拿钱给对方 远警立刻上前逮人 警方喷辣椒水先发制人 驾驶接着被拖下车 支援警力也冲出来帮忙 遭到诈骗的富人 是在网路上看到新宇航空抽股资讯 接连汇款面交五十万元 才发现受骗 五十九岁的秋信车手 落网后变称 自己最近失业 经济有困难 透过朋友介绍 才找到这份车手的工作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NCC也遭到诈骗集团冒名行骗 NCC最近接获民众反映 诈骗集团打电话给民众 声称申办门号遭人检举停话 进而骗取各资证件 NCC强调绝对不会主动 以电话洽询民众各资 呼吁千万不要上当 记者沙燕其中健刚 综合报道 台中有一名学姓男子 透过网路自学制造毒品的技术 把家里的厨房当作工厂 大量收购感冒药 来提炼萃取毒品 甲麻黄碱 准备要制造安非他命 警方掌握勤资后前往逮言 并当场查获到毒品 后续将会继续追查 感冒药的收购管道 刑事局大批远警 进入台中大雅一处名宅 来到厨房发现大批制毒工具 警方七月接获勤资 三十二岁徐姓男子 在自家厨房设置制毒工厂 当场查获两千两百五十六公克 第四级毒品甲麻黄碱 徐姓祖贤透过网路 自学制毒技术后 竟利用自家的厨房 设置制毒工厂 并大量收购感冒药后 从中提炼萃取毒品甲麻黄碱 进而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警方调查发现 徐贤透过网路自学制毒技术 大量收购两千颗感冒胶囊 加入化学原料后 提炼萃取甲麻黄碱 进而准备制造第二级毒品 安非他命前 就被远景破获 现场还查获大批制毒器具 目前警方仍在追查 感冒胶囊收购管道 另外初步了解 制造毒品为嫌犯自用 并未流出 警方表示 全案依涉犯毒品违害防治条例最嫌 移送台中地检署偵办 制造运输贩卖第二级毒品 将面临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一千五百万元以下罚金 记者杨明峰龙涛台中报道 彰化地检署侦办光电弊案 彰化竹堂以及云林二轮这两个乡的乡长和乡代会主席 都涉嫌勾结绿能前客 不法图利厂商共勾达了四点四亿多元 总收贿金额超过了两千三百多万 昨天是将涉案的十四个人都提起公诉 彰化地检署扫荡绿能犯罪 八月曾搜索彰化竹堂乡 云林二轮乡的公所与乡代会 还带回两地共四十五人 引发全国关注 检方十一号贞结共起诉十四人 其中包含竹堂乡长蔡硕任 与代表会主席林淑女 以及二轮乡长钟东荣 与代表会主席杨士兵四人 求储八至十二年不等有期徒刑 彰化竹堂 云林二轮乡 乡长及相待会主席等人 勾结顷客及业者 共同以泄密分拆标案 以及延长租企等方式 不法图利厂商共计四亿四千七百多万元 并违背职务收取不法贿赂 各一千四百四十七万 及九百二十万元 分别经检察官求储八年至十二年不等 有其徒刑 绿能弊案评传 先前彰化县议员詹木根 在担任永靖乡长期间 与林信前乡公所主密 涉嫌勾结开发业者 护航光电厂商 检调发动搜索 两人遭深压境界 检方调查竹堂二轮案发现 两地乡长与相待会主席等人 勾结绿能前客 以泄密分拆标案 延长租期等方式 不法图利厂商 共高达四点四亿多元 其中竹堂乡代表会主席 林淑女与她的丈夫 前客蔡楠 够收费一千四百四十七万 二轮乡长中东荣 也收费九百二十万元 都被检方起诉 竹堂乡二轮相公所与相待会 皆不对爱回应 桓团则认为 目前绿电开发程序不透明 许多当地民众 甚至被蒙在鼓里 建议政府修法 检讨建筑机制 才能避免类似事件 一再重演 记者杨明方的 唐文威雄 张华原理报道 封策大厂齐邦科技 被爆出从民国一百零九年 到一百一十二年这一段时间 未造空污数据 申报给环保局 检方昨天一违反空污法等罪嫌 对涉案的三名环安人员 提起公诉 警察人员到厂区内 检查相关设备数据 位于新竹科学园区内的 封策大厂齐邦科技 爆出空污数据造假 新竹地检署 跟保七总队等单位 联手侦查后 十一号一违反空污法等 对齐邦及公司 零姓 业姓及成姓 三名环安人员 提起公诉 三人将排放管道P001 P004经VOC监测系统自动记录超标的部分 用数据模拟功能调整为合法范围 用名之巡检系统显示管道P002 P003 P005跟P006的数据超出上线或下线 却手动调整到正常范围 将不实数据申报给环保局 环保局推测 齐邦是想规避 未依操作许可证操作的罚则 将依空污法开罚四十万元 若判决定验 未来也将严加稽查齐邦 主客管理局则表示 会要求厂商诚实申报 并加强查核落实状况 已杜绝不发 记者张俊豪 陈焕与许正俊新竹报道 冯甲大学昨天在屏东续海 成功发射第二支单结混合式 小型科研火箭 总飞行时间大约是七十五秒 飞行高度六点四公里 符合测试的目标 研究团队历经了前一天 两次发射失败 经过调整之后 终于成功发射 伴随冯甲大学研究团队的欢呼声 十一日早上六点零一分 天才刚亮 单结混合式小型科研火箭 SHSR Aero 2顺利升空 也总算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前一天两度点火都失败告终 经过调整之后 终于承载着众人的希望 成功发射 今天的点火雷管的位置 要在最佳的位置 然后我们的控制面板的 所谓的电池的部分 我们也都有保证 百分之百的电力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调整之后 今天的发射就能够顺利成功 国舰平均推力一千两百五十牛顿 总飞行时间大约七十五秒 高度六点四公里 符合测试目标 连续两年参与计划的成员 更能体会一切都不简单 相比前一次的火箭研制 这一次最困难的就是系统转换 为了放大推力 把氧化剂从气态改成液态 许多数据都得要重新测试修改 搭配优化后的系统和团队 自行开发的多功能感应模组 团队认为火箭成熟度 较去年来说进步很多 这也是国客会在屏东旭海设置的 短期科研探空火箭发射场域 所发射的第九支科研探空火箭 继续提升学界研制火箭的能力 记者朱凤之中健刚 综合报道 继国关客运调涨价格之后 统领也公告从18号开始 调涨31条国道客运路线的票价 平均涨幅大约是在6%左右 像是台中和高雄之间涨了35元 票价是来到400块钱 但如果是在票价调涨之前 就已经买好的车票或是套票 就不用再补差价 来到统联客运买票 民众准备搭车北上 11月中旬之后 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得多掏些钱 统联宣布11月18日之后 台北到嘉义的国道客运票价 涨5到25元 台中到桃源 或是台中到高雄等地的票价 调涨30到35元 共计31条路线涨价 涨幅约在6%左右 统联表示5月就获准涨价 撑半年才调涨 是希望降低对旅客的冲击 这次调涨主要是中短 城 长城路线不变 国光客运也在10月初调涨 29条路线 统联则在11月18日调涨 中立客运 首都客运 也微调部分区间价格 仰赖客运的学生族说要减少 搭乘次数来因应 也有民众认为客运搭乘数越来越少 司机又难找 营运困难情况下 还是得让业者反映成本 交通部公路局统计数据显示 国道去年载客量仅5209万8966人次 比新冠肺炎疫情前衰退三成以上 收入也大减42% 也让国光客运将本来在台北转运站 二楼的站点调整到租金较便宜的楼层 捷运环状线的北环段正在赶工新建 不过昨天又发生了公安事故 两名台电人员在新北市的卢州工地 遭到电极灼声 被紧急送医治疗 新北市楼检处已经要求现场 暂时停工 施工到一半突然窜火光 剧烈爆炸声不停冒浓烟 工人见状 尿受散 但有人在地上打棍 全身疼痛难耐 救护车加速前进 开到工地救援 两名男子烧烫伤 索性意识清楚 台上单价送医 伤者都是台电员工 重回事发地在新北市卢州 出事工地正在兴建 捷运环状县的北环段 两名台电人员 十一号上午九点多 从事故障电缆查修作业 电线发生短路 被电壶灼伤 老检处货报后 也派人到场调查 以要求暂停施工 未来在改善计划 未经合备前 不得在时老公从事相关作业 事后无缺任雇主设有过失 依职业安全卫生法 可阻三至三十万元罚款 确切事故原因 是否涉及人为疏失 都有待进一步理清 但北环的捷运工程 公安意外频繁 甚至都是在极限路这代 今年二月挖破管线 大量挖私外线 上星期也挖断台电电缆线 这次维修过程 突然电线短路 短短十个月 密集出现三起 极限路的确是下方的管线比较复杂 但是这些事情都不能成为挖损到电缆 或其他的管线的理由 地下管线我们会请厂商调查清楚 极限路作为新北通往台北主要干道之一 北市捷工局表示 不止地下管线复杂 现场保留道路通行 也限缩机具的使用空间 都加大施工难度 将多处工班 施工多注意 处理复杂管线以人力取代重极剧 以防人为因素引发公安意外 记者中官讯方圈怀新北报道 肺癌是国人癌症发生人数最多 晚期确诊比例最高 以及死亡率最高的三冠癌亡 最近保署从10月开始 针对晚期肺癌基因变异患者 扩大给付第三代标靶药物 预估健保的年支出达到80亿元 创下单一药品 年纪出最高的记录 黄先生高龄九十多岁的母亲 去年年底因为严重呼吸喘及咳嗽 就医检查确诊为第四期肺腺癌 而且带有EGFR基因变异 由于年纪太大 无法开刀也无法化疗 因此选择自费让母亲使用肺癌 第三代标靶药物 至今肿瘤缩小 生活品质也有显著改善 其实类似黄奶奶的病友还不少 根据卫福部统计 肺癌每年新增大约1.8万名患者 而且肺癌是发生人数最多 晚期确诊比例最高 死亡率最高的三冠癌亡 对国人健康造成巨大冲击 而为了降低肺癌死亡率 健保署从今年十月起 针对晚期肺癌EGFR基因变异患者 扩大起伏第三代标榜药物 约有四分之一肺癌 并有四千多人受惠 第三代药物呢 因为它专门针对这个 所谓的抗药性的基因型 那也对这个传统的 这些这些常见的基因型 那是有效的 我们的国人的肺癌的特性 那么特别是女性 很多都是非吸烟者 那么跟国外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这个在治疗上 也必须要有特别的策略 石崇良指出 这款癌症新药 每人每年药费 大约一百一十五万元 新智上路后 连同原本使用者 健保一年药费支出 将达八十亿元 也创单一药品 年支出最高纪录 记者拉讯民谢正琳 台北报道 很多人的成长经验里 可能都有挑战过魔术方块 这个变化无穷的小玩具 有时候会带来惊喜 有时候也带来沮丧 而时间过得很快 魔术方块就跟 Hello Kitty一样 到现在已经问世五十年了 殖民一只玩具 魔术方块在九日 庆祝问世五十周年 魔术方块发明人 卢比克 和阿尔诺和众多高手爱好者 在英国伦敦见面 一起解魔术方块 体会这款经典玩具的魅力 最常见的魔术方块 是三乘三 也就是三阶 六个面的立方体 有二十六个方块 加上一颗中央轴组成 这样就有四千三百 金种组合方式 另外也有二阶 四阶 甚至十阶以上的方块 每种都有独特的解法 可说是变化无限 魔术方块发明者 卢比克是匈牙利人 他在一九七四年 发明这种抑制玩具时 是匈牙利布达佩斯 应用艺术大学建筑系的教授 一开始只是拿来当做 数学课教具 没想到学生越玩越着迷 他才决定申请专利 最后成功行销全球 到现在 魔术方块已经在全球 卖出五亿科 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意志玩具之一 新冠疫情期间 也有许多人 用魔术方块来打发时间 方块协会也发起 线上比赛 让更多世界各地的人 可以参与 可说是毫不过时 无论你是解谜高手 还是一般人 都可以在小小的方块中 发现广阔的宇宙 公事新闻有费局编译 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已经在亚赛拜然 揭开序幕 这一次讨论的焦点 在气候融资 只是各国对于谁 应该出资更多意见分歧 另外中国和美国 这两个碳排放 最大的国家领袖 都不会出席 西非国家塞内加尔的妇女 在这个月初走上街头 要求赋予国家尊重 在二零一六年签署的巴黎 协定以工业革命前的气温为基准 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幅度 控制在基准以上的摄氏 一点五度内 且必须支付更多资金 用来补偿贫穷国家 因为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痛苦 这项关于气候融资的议题细节 希望能在十一号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29上通过 只是上届也有讨论 但目前各国对于谁 应该要承担更多的资金 仍然存有重大分歧 因为欧美等已开发国家 坚持第一和第三大碳排放国 中国和印度 这些收入较高的开发中国家 也应该出资 但遭到中印两国强烈反对 美国是第二大碳排放国 但根据法新社报道 川普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后 就放话将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这也让气候融资的讨论变数扩大 此外COP-29的主办国 为位于东欧和西亚交界处的亚赛拜然 这次的另一项讨论议题 为淘汰化石燃料的具体时程 然而亚赛拜然的经济高度 依赖化石燃料 因此让不少气候及人权 倡议者担忧 亚赛拜然政府对于推动逐步 淘汰化石燃料的进程上 可能缺乏动力 而教宗方济各则为因为气候变迁 所苦的受害者请命 号召世人对气候危机采取行动 目前谈判的底线是向贫穷国家提供 每年一千亿美元 约台币三兆两千多亿元 但专家表示这些金额还不够 最少需要一兆美元 约台币三十二兆多元 或是更多 而今年的COP-29会谈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 碳污染最大的国家领袖 都缺席 公事新闻 沈陆沛编译 清台天兔深沉 不过未来路径还有分歧 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威力也可能会减弱 实际影响程度还有待观察 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地的天气与保姿劳 吉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 温度是23到27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 温度是24到30度 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平东 温度是26到31度 宜兰花莲台东 温度24到29度 澎湖金门连江温度是21到27度 来关心未来三天的气象资讯 第25号清度台风天兔 已经在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形成了 目前在海面上 一共有4个台风 共5形成了11月的罕见现象 所以后续天气的影响也要持续观察 继续来关心今天的空气平质指标 北部中部云嘉南是普通 竹苗是良好等级 高平地区要注意到是敏感等级 宜兰花东还有澎湖是良好等级 马祖和金门则是普通等级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